敖拜死后 康熙是如何对待他的族人和子孙后代的 敖拜是湘黄齐人 瓜尔家世 他父亲是魏齐 他叔叔是鼎鼎大明的费英东 是大清开国武功臣之一 功勋卓著 敖拜年轻时就征战沙场 功绩颇多 敖拜曾经追随皇太极攻伐蒙古查哈尔部 东征朝鲜 南极大明 美战皆有功 最著名的就是皮岛之战 在这场战役中 敖拜身先士卒 第一个奋不顾身地冲进明军阵地 冒着炮火与明军贴身肉搏 清军前锋在他的鼓舞下大举跟进 很快攻上皮岛 经过激烈战斗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皮岛 终于被清军攻克 敖拜以守攻 被禁封为三等男爵 四号巴图鲁 敖拜不但战功赫赫 且对皇太极也是忠心耿耿 公元1643年 皇太极突然报亡 清朝内部开始为了地位相互交锋 有人支持皇太极 有人支持多尔滚 因此内哄不断 而在双方争执不断时 敖拜带领襄皇旗和郑皇旗将领 蒙事于大清门 坚持拥立皇太极的儿子称帝 并为此不惜兵戎相见 在多尔滚与豪阁争执不休时 敖拜等人纷纷离坐 然后对众人说道 我们这些臣子 吃的是先帝的饭 穿的是先帝的衣 先帝对我们是恩重如山 如果不立先帝之子 我们宁可从死先帝于地下 这个时候 敖拜等人 其实就是在威胁多尔滚 如果不让皇太极的儿子登基 我们就与你兵戎相见 在这种形式下 多尔滚不得不做出让步 就这样 皇太极的第九子弗林 被扶上帝位 这就是顺治帝 顺治帝死后 才有了后来的康熙继承帝位 所以说 康熙能够成为皇帝 也有当年敖拜拼死相争的功劳 因为顺治是幼年即位 大权被摄政王多尔滚独揽 多尔滚对皇太极遗留势力进行打压 敖拜几次都差点丢了性命 清军入关后 敖拜跟随殷亲王阿几格 和平西伯吴三桂 一起取到陕北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军 顺治元年十月 阿几格 敖拜 吴三桂率军由内蒙经陕北克同关 攻击已经退守西安的李自成大顺军 接连攻克四座重镇 可谓所向披靡 后来李自成率领残余的大顺军退至九宫山 却意外遭到湘民伏击 被一把铁铲击得干脑徒弟而死 打垮李自成之后 敖拜又跟随豪格入川 争搅张献忠的大西军 击毙张献忠后 豪格和敖拜率军连破大西军130多处迎来 斩首数万 缴获战马12000匹 敖拜再次立下头功 就是在这样的死忠拥护下 顺治亲政后 对其十分重用 先是晋升敖拜为二等功 并允许其世袭往替 不久又任命他为领侍卫内大臣 后又加贤太子太父 官居一品 而后在顺治十八年 顺治去世后 敖拜更是被任命为四大辅政大臣之一 于索尼 苏克萨哈 鄂比龙 一起辅佐少年康熙治理国家 在古代 权力才是最好的东西 一旦拥有了权力 人就会变 敖拜也不例外 敖拜自从登上辅政大臣的位置之后 就彻底变了样 他凭借自己资格老 功劳高 日益骄横 嚣张跋扈 把持朝政 完全不把康熙放在眼里 开始走上专权的道路 随后 敖拜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 最终掌控义政大臣会议和内阁六部全部实权 使得康熙有名无实 康熙八年 康熙帝和一群不哭少年们 将满洲第一勇士敖拜拿下 敖拜被抓住之后 康熙又下令 只追究敖拜主要党羽的责任 其他逮捕问责 他的许多党羽为了自保 纷纷上书揭发敖拜的罪行 最终 康熙帝给他定了三十款大罪 把他囚禁起来 不过康熙还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皇帝 就在敖拜被囚禁之后 曾多次看望敖拜 并赏赐他各种好吃好喝的 公元1669年 仅入狱两月的敖拜闷闷不乐 不久后便忧郁而亡 并死狱中享年六十岁 敖拜死后 他的族人和子孙后代都如何呢 首先 敖拜的儿子纳穆福 在敖拜全清朝野之时飞扬跋扈 根本没把康熙放在眼里 敖拜被擒后 纳穆福也被拘禁 等敖拜去世后 纳穆福被康熙释放了 后来 纳穆福生了三个儿子 长子双福 次子达理善 三子达福 纳穆福虽然失去了爵位 但是保全了一家人的性命 康熙也算是皇恩浩荡了 其次 敖拜的弟弟卓不泰和穆里玛 卓不泰在敖拜被囚禁后 就被革职了 在康熙十六年 殷琪和敖拜关系并不亲密 又被康熙官复原职 而穆里玛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殷琪在朝中权力也很大 康熙怕因为他 从而使敖拜的势力在死灰复燃 于是就把穆里玛杀了 然而 过了三十多年后 康熙皇帝终于明白了 敖拜的功绩与付出 但是碍于情面 只是在康熙四十二年 将敖拜的家人洗脱了罪名 重新进行录用 并在康熙五十二年 恢复了敖拜的名誉 雍正皇帝继位之后 雍正给敖拜做了彻底的平反昭雪 恢复其名誉和地位 并且恢复了敖拜一等功的爵位 由敖拜的孙子达福席成 并将其任命为 正兰齐满洲副都统 而达福也为了抱雍正皇帝的恩情 在和准戈尔叛军的和通伯之战中 壮烈殉国了 到了乾隆朝时期 乾隆再一次重新平定了敖拜的功过是非 重新离定敖拜家族的一等男爵位 敖拜一案也就此代官定论了